有驾照才能骑车上路 但是新竹县要考机车驾照的民众 都得跑远到新浦或是新竹市的监理所来考试 对住在更远的监时五峰和竹东的民众来说是最不方便的 现在要争取在河滨公园来辟设机车练习场 方便今年练车和考照 直线骑乘慢速行进 交通号制前停车再骑 还有直角转弯等各种考照流程 便利民众练车与考驾照 竹东合并公园将争取设置机车练习场 因为我们巴乡镇要到我们湖口 要到我们新浦 要到新竹去练习各方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练习场 考照的练习场很难 太远了 所以说希望我在竹东最好的一个地方呢 能够有一个练习场 让大家能够安全 能够不用那么远的地方去做一个练习 有附近的乡亲 长期以来为了考照呢 非常的烦恼 而且有些家长啊 也觉得说孩子们还没有考到证照的时候 骑车骑到那么远 在路上呢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所以今天终于我们杨县长也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派我们环保机来协助 过去年满18岁的民众想考机车驾照 最近的也得到新浦镇新竹区监理所或新竹市监理所 平时练骑车练转弯 县内也只有新浦和湖口两个标准练习场很不方便 接获民众申诉建议 今天县议员彭于美玲和上官邱燕 就会同新竹区监理所与县府公所限地会刊 选定和平公园东宁段 预计运用圆停车场五分之二 约三百平方米的空间 新化设机车练习场 要让学骑车的青年朋友能就近练车考照 那我们也看了很多点 那会起来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边比较靠近这个市区 其他点呢是比较偏僻 我们也担心这个机车练习的这个小女生 或者有一些比较就是太偏僻了 所以为了安全问题 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补助经费 县府负担 监理站与焦旅处评估预定场域 是否符合法规 顺利的话预计半年 公园就会有机车练习场 来满足西南与琼林八乡镇民众 练车考照的需求